大家好 這些都是受諸學校長的經驗 就交出了這件事 這是事實來的 我想講VOD 其實下個星期 我自己進教學校 準備給學生 帶他們自己的device來上學 取得學習 其實這個題目是剛剛之前的日子 我借了這個事實上 其實我們已經覺得E-mail給學生帶機回學校上課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得到自由 或者得到解放的日子 就是給他一個電話機 其實就是一個mouse zone 我自己體驗過半年左右 為了給他們帶一部iPad回來上學 學習 其實都是做了一些的功夫 我自己覺得解放的日子 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因為以往就是我們學校派機 但是他自己帶他自己的手機回來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狀況 比如在學校的iPad 做那些Keynote 或者做那些PowerPoint representation 或者相片 全部都存在機上 因為其實那個device的設計 都是一個person的device 那你這些東西做了在一部機上 很多時候都會留在一部機上 因為你要上載或者上載都是需要花時間 有時上課 很充滿的時間 你未必有足夠空間 時間給學生上載 如果他自己帶一部機回來 在一部機裡面發生的事情 開始保持著 其實是負責很多 因為他可以揭穿他自己所有的學習的材料 或者是他做的功夫 那就是我們做的模特兒 就是流動教室的一個模特兒 就是學生做一些東西 接著叫他去準備成合 接著做一些上載 但落堂就要還機了 落堂就要收機 因為第二班要用的 但如果他們帶機的話 我會看到就是沒有了一個 就是斷了攬的一個情況 可以繼續做 就是延續到那個學習的那件事 而且不會那麼匆忙的 這些東西可以有心徒 就像Dr.Gong剛才說的 可以延續到那件事 不用在中間停了 那就是我講的是學校的模特兒 我們這樣就是四班一起做 中一開始了 其實這一家中一 因為他們小時候 進入中學 就是容易教導他們 如果你中生中世 他們大過了 難一點就是我們現在的規則 另外就是我們指南暫時給他打ROS device 因為就是老師在課堂必然搞定 就是如果他有不同平台 在課室裏面 是比較難一點去上課的 就是跨平台對英文復老師的確有不難 對英文復老師都說他還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你是其他學科老師 其實會比較困難 那家長是自願參與的 我們不是強迫 一定參加 那在學校的情況 大概八成家長都參加 那你說剩下兩成是怎樣的 就是學校牌機的 就是高老師這樣的 在課堂裡面 譬如八成學生就好像iPad 那如果課堂他用e-learning 那他都要借來十個八個iPad這個課堂 就給這些沒有BOD的學生去做 那在課室裏面 就會有兩種機器的存在 那些學校機 一些就是他自己帶的師傅 那就是 現在潮流興講的方式 就是我們搞資訊科技人 就喜歡這個BOD 但其實校裡面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那就是我們都要看一下其他不同的持份者 他們的角度是怎樣看BOD這件事 那我就很粗略分析 就是這幾個 老師 負責訓導的 家長 學生 那他們的老師都是兩種的 一種是做醫院的 一種是未做醫院的 他說 訓導主任 班主任 級主任 他們怎樣看這件事呢 或者是學生 BOD的學生 或者是未給BOD的學生 因為我們很難一次過 整間學校一起做 那有些人未給他們帶的機器回來的 他們會怎樣看這件事呢 所以很多人都特意訪問 本來我想今天邀請我一個副校來的 就是我們兩個副校 一個副校就是負責做學生支援 本來想今天邀請他們來講 因為今天我校都是家中人 今天今天還在拍攝照片 所以他不來得很簡單 就是拍攝照片 就訪問他 三分鐘這樣 我們都是聽聽的 其實過去在半年裡面 都跟副校都有很多討論的 那他會怎樣看這件事呢 就是從一個未做E-learning的老師 或者是訓導的老師去講的 那當然是有點擔心 因為其實知道這件事會發生的 因為都是未來一個教學 有一個很大的很清楚的一個方向 但是你說牽涉的層面去到這麼大 因為學生帶一個新的工具 而這個工具很豐富 又可以玩 又可以互動 是不是 有很多東西我們怎樣去滿教呢 這個當然令我擔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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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學生不是這樣想的 他當他BYOD之後 他那件事是他的 他怎樣用 他是充分可以發揮他的創意 是吧 他上課跟著用 但他可以做其他東西 是吧 其實同事都擔心 有些同事尤其是未來很熟悉 他在課堂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都很像 他很擔心這件事進來之後 雖然我課堂不用用 但他拿著這件事 會不會在我課堂做其他東西呢 是吧 如果他說我來做筆記 這個是我的工具 我來寫筆記 我今上年知道他是寫筆記 先生會覺得管教的難度高了很多 課堂以外怎麼辦 其實這件事最擔心的是我的風紀度 因為他們負責在這個CAMAS 那段時間他們是側近的 如果這個工具成為他和同學一個很大的爭拗 即是計手提電話之後 又一挑戰 即是同學那麼厲害 用手提電話 電話有沒有開 已經經常都會有一張 他亦都很難為他們 到現在這個工具更加多元化了 怎麼能夠辨識他 他是不是學習呢 還是不是學習呢 那我應該是提醒他 還是應該要懲罰他呢 和風紀隊隊長呢 都很害怕 我說風紀隊隊 我們的學校就是由中一開始 我又想不到 那些高班對這件事的關注 是不弱過 是呀是呀 他們很著忍這件事 入到學校之後 對師妹們 對校園氣氛們 的情況裏面 他們是很關注的 那我也可以借這件事 令到學校好像有些焦點 那我覺得呢 平時的校規放在那裡 就放在那裡 全全在野 大家不是很關注 但原來一進來的時候 大家會檢視一下 我們想我們的校園是怎樣的 我們的同學應該是怎樣做 做學習 或者是怎樣管理自己的 原來才知道大家有什麼事情 是有些不同 是的 都讓我更加了解 老師們 同學們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 在我們這麼繁忙的生活裏面 不會說大家坐來大家聊聊 很難的 但是就著這件事 就很順理成章要聊一下 那那個了解會比較好 其實我在做BOD的過程裏面 都跟一些未必支持 做BOD的老師 一些討論 其實都是 從他們的角度 都會看到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都很誇張這件事 但其實 其實深刻在校園 這麼多個成員裏面 其實都會覺得未必喜歡的 那就是要了解他們的想法 或者多一些溝通的途徑 才會減低一些問題的產生 例如例如老師這樣 做BOD的老師就覺得好 因為有很多機器可以用 你可以放很多生命的設計 你可以送很多內容 收工服務都很方便 但是如果是未做的老師 他們的感覺就可能是 他會憂慮 他會擔心 他會覺得有壓力 因為他會有另一些想法 這是真實存在的 好了 睡到早了 可能會擔心有discipline的問題 會怕學生 很多擔心的 怕不見 跌慢 又或者會增加工創力 這是他們的想法 就是他們的想法 家長 家長可能會覺得 家長可能會覺得 跟他們溝通 他會覺得都是一個新的教法 稍後可能說他會輕一點 但是都會要付錢 要付錢 這個器材要交給付錢 還有會擔心 他會用得太多 就是overused 現在學生 學生都很有趣 學生都不是 當然BYLT的中心學生 他們會OK 因為他擁有那些東西 他有一個ownership 他也可以 這些書可以輕一點 或者 唯一他不好處 就是我們暫時不讓他爭 進去的apps game center 他就不喜歡 中心學生 但是對於樂運BYLT的學生 譬如其他級 喜歡中心學生 沒有做的 但是他們知道這件事發生的 他會覺得就是妒忌 就是我們教女校 為什麼他戴得 我又不戴得 為什麼選擇他們 先走 prefac會擔心 因為執法 那裡判斷 你教學生是不是剛才 副學生都說了 究竟他是不是在玩遊戲 就是在玩遊戲 或者在做一些事情 還是在學習 那樣 或者沒有VIRT的學生 大中一級 就是那兩成人 會覺得自己是inferior 就是覺得人家有得帶 我父母可能不給 或者家裡給不給的 他會不會覺得 心裡面就是一個 酸流流的感覺呢 那這些是 周圍要繼續和科學商 去探討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在做一些規則 就是很少規則 例如課堂裡面 如果那一堂老師 是會用iPad的 或者是用科技教學的 就拿部機出來 不用的 我們學生是不會拿出來的 就是老師不會讓他拿出來 用的時候才拿出來 另外就是課堂 課課的時間 都給學生用的了 去圖書館 電腦室 所以他們可以拿部機去用 另外就是 唯獨有兩種apps 我就堅持了 其實可能這些規則 是很校滿的 就是很school-based 和會隨時間改變 我暫時不想去裝置先 還有那些報劇 Bench Watch 我查過的這個 真的是報劇 就是我女校 他們很喜歡賣TV 和GoTV的那個app 因為他們在那裡追 那些無線劇集 就是真的會醉 所以我就不想他搭部機回來 播劇 其實我不想見到的 所以就給他裝置 那 好了 另外有一些問題 都是浮現了出來的 就是一些problem浮現了出來 我們都嘗試找些辦法去處理它 譬如家長那裡真的要處理 就是家長不是個個懂這些科技 不是個個懂的 其實就是搞一些workshop 就是做兩三次 還有家長很多時候會這樣 播名就不來的 就不需要的 播名就不需要 可能做兩三次這樣 直至到一次比一次小人 就停止了 透過這個過程裡面 我都了解了很多家長的想法 例如他們買不來是怎樣的 有沒有基提供給他們 是不是一定要賣 另外就是 有些家長錯過了workshop 有很多複雜的東西 就是製作一些網站給他們 譬如他們可以多一個QR code 整件事的BLD 我都是製作一個好少少的網站 大家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參考 可以回到我們下個學院 因為是叫BLD 就是給一些資料給家長 另外就是製作一些Facebook的Globe 跟他們交流一下 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和需要 有些council是不明白的 就是e-learning的 就是製作開放科學室給他們觀貨 就是昨天才做的 就是剛剛做的 就是BRD之前 就是給他們看 就是什麼叫e-learning 就是我們從來都沒做過 我在學校搞了很多年書 從來沒試過開放科學室給家長 這次就是第一次這樣做 就是給他們觀貨 這個science課堂 好 另外還有很多行政的東西 或者找到廢物的時候 沒有時間 就是MID 就是… 不知道什麼叫MID 就是flipping the classroom 拍照片給他們自己去學 什麼叫MID 就是 另外誰是開MID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行政的問題 是給家長開 還是給學生試著開呢 其實13歲以下的人子是不會開的 就是有一個規則 就是叫家長開 譬如我們中間學生 有些是未過13歲的 不讓他開的 家長開ID 是keep password 裝Apps 就是家長負責做 但是他會長大 就是兩個人大 那家長什麼時候 給他自己裝Apps呢 應該 那是很家庭 based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有待探索 那喜歡給他做呢 中心給他裝小的樣子 另外還有MID 或者將來可能個個都會有 其實深刻他大過的時候 他到中二中三中四中六 他一定要有自己的MID 就是給他做他要裝的東西 另外還有兩種 一種是Pay App 就是有Predit Card的MID 一種是沒有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技術問題 要去克服的 那學生 是否應該給他一個 有上級戶口資料的MID 就是要跟家長討論這個issue 就是有Predit Card 可以上網購物 就是賣東西上網購物 買Apps 買Games 或者買書 或者買音樂 那這個是很難討論的一個地方 那還要裝 那是裝什麼Apps呢 那是否任何他裝呢 那我分了兩個類 一種是他一定會裝的 上課堂一定會用的 另一種就是Optional的recommend 你可以裝可以不裝 那製作一個Apps才會裝 那這個其實就是書單 就是一個書單 那只不過是現代的電子學的書單 那但是有個學生就會這樣的 那我們會問 為何不可以玩Games呢 為何不撞這些 其實我們是玩這些Games 其實都是好玩的 那些Games 我自己也是玩的 那唯獨是說 如果我放這個Device 是一個學習Device 那我要跟家人做得很清楚 我們是講學習 遊戲都可以玩 你在家裡玩 你在家裡玩 你裝Games的那個機 你不要帶回來的 你在家裡玩 沒有問題的 那我是想focus on learning 另外其實想讓那些導師安心一點 剛才發學廠講 還有很多導師擔心 他在玩的 第一 第一 整條校規則不給裝Games 暫時給裝Games 那個project開始的時候 大家安心一點 還有家長也會安心一點 即是回到學後 無論沒有機會去打機 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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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打機 其實我程度上 想減低震盪 其實這個規則 因為將來慢慢去 大過 其實可能都要露宵 但是要放他的機器來檢查 過時都要再說 放他的機器來檢查 即是會看到一些東西 即是他們自己戴機 即是逐班收一次 每班大概20來30來 真的做一次 很痛苦一件事 但是都要做 真的查到一些東西 譬如有個學生 真是 Gam break 了那部機器 那我給他帶回來呢 我就去上網搜尋 香港沒有案例 說Gam break 是犯法 但是當然說 可能不包括保養 諸如此類 但是其實Gam break 部機 很明顯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是手 即是免費裝備 其實那些是否是版件來的呢 如果我定性那些是 的時候 那我就要他還原回來 一定要他還原回來 才會給他帶回來 那他想回一些後規 即是一些規則 這個我剛剛才想的 其實之前都沒有想過 他真的會Gam break 其實可能是Gam break 他的家人Gam break 這樣就給他帶回來 那另外就是 是的 他可以裝其他M3 例如你說 有個書單 只是裝那些這樣 如果我不讓他裝其他 我不是裝由他 書單以外的 亦都不是報劇的 那如果我單一句說 不給這樣 就好像太Rigid 好了 如果給他裝 那你都會覺得 可以Unleash學生的potential 但是你怎麼控制呢 即是你怎麼控制 如果你給他裝的時候 給他一些自由套 那我就想過辦法 就是申請了 申請了app 所以我只剩一張申請表 一張app application form 叫他有50個時候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app和學習有關 那我想到過程有什麼 他裝app的動作 都要變成一個學習的過程 你解釋得到 我就讓你裝它來 那他們就會填的 我最初打算沒有人填 原來這些學生 是會馬上填的 就是馬上去申請apps去安裝 我們看回 其實他們真的會寫 他們真的會寫字 告訴他們 我想裝某一個app 為什麼要裝它 他會解釋 那我就做審批 我就做不到即日審批 就是三天就第一次這樣 批app這樣 批它裝進去自己的機器 真的有很多東西 有幾十個 那麼多 其實紅色的就是一個財經的 在股票的app 那為什麼要裝呢 我問一下學生 我明天問一下學生 就是說原來是偶裝的 就是偶裝的 那 那 成果就是這樣 所以我發現過程裡面 就是 這幾個apps 就是學生推薦的 譬如聖經 你沒有人給它裝 那些我都想不到 有幾十萬個apps 你怎麼想到那麼多 唯有他們去想 他們幫忙找 比如有一個game game 是玩數學game的 你沒有理由不給它裝 你一定要給它裝 或者有些是個人管理的 學校的時間碟 學外語的這些 沒問題 那你變了有一個dynamic的書 就是給它加一些它想要用的東西 然後寫到很多好處就是 就是 會把他們的名字 寫在那個list那裡 給朋友知道 這個app上可以裝的 所以好處就是 這裡再 對 再自己想 就是 我們不是一個closed system 可以加東西 把他們寫的學習過程 還有你找到很多人幫忙找apps 你找到很多人幫忙找apps 老師也有這麼多時間去想 學生 成百人 大把空間 他們花了時間去找這些東西 還有就是 其實是給prefet執法的 就是將來prefet 他懷疑某一份是否有問題的 他回到青山去看 就是這個是一個執法基礎 是給prefet他用的 這個是暫時 就是我們的巡迫是這樣的 另外整個故事 因為太長了 我們弄了一本書 可以回剛才那個網站 去看整個故事 所以 最後也有預報 我們下次就會說 表演之後 現在就是表演之前 預告 今次我們會做些什麼呢 多謝